周日,德国总理肖兹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总统穆罕默德·阿勒纳哈扬在阿布达比举行会晤 双方签署了一项协议 协议内容涵盖加速确保能源安全和工业增长 根据该协议,阿联的阿布达比国家石油公司向德国公用事业公司RWE提供液化天然气 将于12月底之前向德国交付第一批大约13万7千立方公米的液化天然气 用于汉堡附近布伦斯比特尔的液化天然气接收站 当天肖兹离开阿联后前往卡达首都多哈与卡达总统塔米姆举行会晤 肖兹再次谈到德国当前的能源危机 希望推进与卡达的能源合作 同时他也赞许卡达近年来在工人权力方面的改进 另外肖兹还对即将在卡达举行的国际足联世界杯发表了评论 德国这个欧洲最大的经济体长期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 自俄罗斯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 德国一直在寻求能源供应多样化以摆脱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清怡刘芳综合报道